嗨,大家好,我是上官 最近调了很多车 其中有很多车主的需求是舒适向的 那就包括日常的通勤 在通勤中我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的车过减速带的时候会觉得颠 除了帮大家调到这辆车当前配置下 最舒适的状态之外 今天我们在理论上给大家讲一下 什么因素导致你觉得颠 日常我们在通勤的过程中 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障碍物 我们画了一个图 这个小包包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减速带 也可以当成其他的 当然障碍物的造型有很多很多种 咱们今天只是抛砖引玉 用简单的原理和简单的造型来给大家讲 是什么影响你的手感 我们的车从这边开到这边 障碍物被分为前和后 说到手感 车速过得快和车速过得慢有影响 人的体重大和人的体重轻 对手感有影响 车的弹簧的棒数对手感有影响 弹簧的设定的逻辑是等距弹簧 还是渐进弹簧 还是两段式的弹簧 也有影响 今天的这个案例 我们从最简单的逻辑来跟大家讲 就说压缩和回弹 当车碰到这的时候 前臂阵开始压缩 压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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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被压缩 压缩到这一点之前 都是前臂阵压缩状态 所以如果你的前臂阵很硬 在这个过程中 你就会觉得很硬 手很弹很颠 这一段行驶完之后 我这画了一条红的虚线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什么意思 当这个障碍物的造型 没有沿着这个虚线 继续往上的时候 而是开始向下折的时候 代表这个前轮快要到达 障碍物最顶端的时候 这个坡放缓了 对吧 因为坡的坡度 不是这样的 不是延续的 而是开始变小了的时候 我们的前臂阵从被持续压缩 到这儿的时候 开始变为回弹 因为这个坡开始放缓了 那么在额定的速度和冲击力的状态下 我的前臂阵开始往回弹 虽然不是弹到最大 但它开始弹了 如果这个时候 你的前臂阵回弹很快 你也会觉得弹手 因为回弹在起作用了 所以在我们通过一个障碍物 前半部分的时候 前臂阵会做出两项反应 在前臂阵被压缩的过程中 压缩阻尼起作用 当我们的车快到障碍物顶端的时候 前臂阵不再继续被压缩的时候 这个时候回弹生效 你的前臂阵开始变长 所以这个时候 你也会觉得有动力弹你 越过障碍物顶端之后 什么再起作用 这个时候就会根据车速啊 有不同的变化 如果你车速很快 你会飞过去 在这边落地 在空中的时候 你的前臂阵一直弹 弹到最高 它就不会再继续作用了 你其实你手上也没有什么反应 因为车轮已经离地了 对吧 落地之后 前臂阵压缩 会弹 这是飞过去 那如果你速度非常非常慢 越过顶点的时候 车轮就开始压缩 没有任何离开的迹象 从这个斜度开始增加的地方 从这开始 以及到下边 这一部分 就是前臂阵又被压缩 到底开始弹 这就是这个状态 所以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 会导致我们的前臂阵 从这开始伸展 伸展伸展到头 在落地的时候 前臂阵开始压缩 到底压到最底下 然后开始弹 这就是为什么你的车 在路过障碍物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特别的电 是因为你的压缩起作用 你的回弹起作用 你的压缩又起作用 你的回弹又起作用 所以如果你想要相对舒适的话 就要把你的前臂阵 调到合理的状态 大家如果学会的话 可以尝试自己 对自己的车进行调试 找到一个合适的点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关注我了解更多机车知识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